福上古 圣人之交下也 皆为之虚邪贼风 避之有时 田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是以至闲而少欲 心安而不惧 行劳而不倦 气从已顺 各从其欲 皆得所愿 故美其时 任其福 乐其俗 高下不相目 其民故约仆 是以事欲不能劳其目 银邪不能获其心 愚 智 贤 不孝 不惧于物 故何于道 所以能年皆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者 以其得权 不为也 解释 古代身懂养生之道的人 在教导普通人的时候 总要讲到对虚邪贼风等致病因素 应及时避开 心情要清静 安闲 排除杂念妄想 以使真气顺畅 精神手持与内 这样疾病就无从发生了 因此人们就可以心智安闲 少有欲望 情绪安定而没有焦虑 人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争气调顺 而不会觉得过度劳卷 能随其所欲而满足自己的愿望 人们无论吃什么食物都觉得甘美 随便穿什么衣服也都感到满意 大家喜爱自己的风俗喜上 愉快的生活 社会地位无论是高是低 都不会互相羡慕 这些人称得上朴实无华 任何不正当的欲望 嗜好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目 任何淫乱邪辟的事物 也不能互乱他们的心智 无论是聪明才智高的 低的 能力大的 还是小的 都不会因为外面的事物变化而动心焦虑 所以符合养生之道 他们之所以能够年龄超过百岁 而动作不显得衰老 正是由于领会和掌握了修身养性的方法 而身体不被内外的邪气干扰 危害